賴清德下個月就要訪美 但是美國現在對他滿滿的疑慮 現在傳出來的是 金融時報的獨家爆料 他說美國國務院要求台灣要澄清 賴清德前陣子說 如果他當上台灣總統 就可以走入白宮 他希望對於這樣的言論 要好好的提出澄清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的官員自己都講說 這一番的言論跟蔡英文 對兩岸關係的審慎的態度 是背道而馳 是不一樣的 是跟蔡英文的路線是有違背的 他們認為我們一直在說 這一些非常不同的東西 並詢問賴清德 是不是會提出更多的驚喜 讓他們覺得很驚訝 本來美國對這個台獨金書 就充滿疑慮了 你還講說當選之後 要走入白宮 要增加更多的刺激嗎 美國的官員說 白宮沒有要求他賴清德 跟他進選辦公室或者幕僚 對此發表有相關的接觸 但是人家新聞報導 講的是國務院 然後總統府發言人或者金辦人都說 對對對美國講的這樣是對 美國的智庫說這樣的說法 這樣的報導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2011年的時候一樣都是金融時報 當時對於蔡英文也有一些疑慮 認為她的路線可能會製造 兩岸之間的這個緊張 同樣是在外交的狀況 索馬利蘭的駐台代表 也是照片上這一位穆姆德 他現在被爆料 他們曾經有個員工 叫做A小姐 A小姐說他被聘雇的期間裡面 穆姆德跟他的家人時常要求他帶電 個人的開銷 比如說他兒子配眼鏡 全家出遊搭高鐵的費用 從來都不會主動的還款 意思可能是說要了老半天就會回來 但去年的八月他家裡的外傭 跑掉的時候就指控他跟外傭勾結 逼迫他交手機來證明清白 手機看到了半天發現毫無根據 但最後還把他惡意解雇 然後穆姆德的這個底下的同事 還用好朋友之名 對他這個強行擁抱性騷擾 覺得非常噁心 這麼嚴重的指控 外交部長吳釗燮應該要幫我們國人講話 但他說不好意思 這個因為在司法程序 外交部不好意思多做評論 亮哥怎麼看 這個賴清德他的實際用語是 我當選台灣總統 最大目標就是走進白宮 他的用語是這樣 就白宮的女優 那這樣講也是太酸了 可是這樣的意涵就是 他要爭取美國承認或者建交 就這意思 那你不是說要維持現狀 你不是說你華爾街日報的文章 說不會改變兩岸現狀 對啊 現狀是走不進去 現狀當然走不進去 那你如果 他理他說最大目標是爭取走進白宮 那這個豈不是就是要搞台獨嗎 對啊 就打破現狀了 所以美國做這樣的理解是合理的 事實上我跟你講 金融時報這兩位記者都非常資深 那個台北代表習嘉玲 很多人都認識 資深且權威 權威 非常權威 因為通常美國白宮的國安的官員放話 都是透過這兩位 就是習嘉玲是台北代表 然後華盛頓代表是另外一位 兩位都非常資深 人家絕對不會瞎掰 而且我坦白說 習嘉玲跟民進黨關係還不錯 他是非常欣賞蔡英文的 所以他是支持蔡英文的 他還寫過蔡英文是偉大的 亞洲的女總統之類的 這些文章 所以我覺得他善意提醒你七月 七月就提醒你了 就希望你不要搞砸了 不要再亂講了 事實上是這個意思 我跟你講那個 你剛剛講到2011年 就是蔡英文第一次選總統那一次 那類似因為蔡英文是提台灣共識 美國人就覺得說台灣共識 是你們內部團結的問題 這不是兩岸方案 他就要求蔡英文要講清楚一點 結果後來金融時報 就登了這篇文章 也是習嘉玲跟華盛頓代表 一起寫的 就傳聖旨來了 然後他就寫說 美國對在野黨的候選人的 兩岸政策感到疑慮 就這樣 就這樣一篇文章 事後證明就是白宮的 兩個國安官員講的 甚至有人認為是 國家安全顧問受益 所以人家不會亂寫你 那篇文章是9月 所以坦白講 他現在7月就給你寫出來 這對你不錯 沒有接近選舉的時候 就表示你還有時間 去調整 那那一次事實上 美國是真的比較支持馬英九 2012 後來小英只輸80萬票 所以你不能說這個事件 沒有影響 因為只輸80萬 這一次是 他就選在你賴清德去白宮之前 你當然不可能去白宮 去美國之前 就登出來了 意思就是說你去美國 講話要注意 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 我覺得他就常常會遭驚 因為他本來就比較接近 陳水扁的路線 跟蔡英文是不同路線的 民進黨有兩掛 一個是從李登輝那邊進來的 就是李登輝那個就是中華民國 台灣化這一派 另外一派就是台灣是個主權 獨立國家 一邊一國 阿別 賴清德是屬於這一派的 所以你看賴清德 現在對於兩岸的現狀 他一直不願意用中華民國憲法 來定位 可是蔡英文就覺得可以 他就不願意這樣講 對不對 所以這個當然人家 美國聰明人那麼多 怎麼會看不出來 本來他是 他是會藏得很好 就是說他要繼承蔡英文的路線 然後在華爾街日報 寫的那個四大支柱 美國人都覺得不錯 你在宜蘭演講就露線了 你不要以為你在台灣的台語演講 美國不會蒐集情報 AIT很厲害 而且他那個是劍報的一個活動 因為他講得滿露骨的 大概是看到宜蘭這個民主勝地 那本性就又回來了 就講出他真實話 對 就是你真正的心理話 他這套說法是不是連蔡英文都不會接受 蔡英文不會講這樣的話 蔡英文是學法律的 他講維持現狀 事實上他就是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既有的法令規章 他都是在法律體系裡面 所以他不太會講錯話 他偶爾打個插邊球 大哥 那還有人講說賴清德的 所謂走路白宮論 去打臉蔡英文 有這個問題嗎 沒有 就是邏輯不一致 走路白宮論也違反 美國事實上就支持台灣維持現狀 這是事實 可是法律上就是中華民國維持現狀 就是這樣 你那個講成那樣就表示 你要去試圖要改變台灣跟美國 現有的狀態 你怎麼可能去白宮 現在台灣的 我們且不要講政府總統 行政院長有進去白宮過嗎 沒有 我們的外交部長跟國安會民主長 也只有到AIT辦公室 怎麼可能去白宮 你去白宮一定是建交或承認 不然怎麼可能進去 對不對 今天在政壇上出現了好幾個 這個爭議的人物 Glas Glas現在就是狂 另外一位是賴清德 提名的立委參選人 就是傻 大家開始討論 Glas的狀況是 國民黨的立委傅昆吉 昨天在立法院質詢 質詢我們的官員 他問說Glas申請誰誤 後來發聲去約會 有沒有利用權勢夾帶 這個性行為 然後他在問姓平爭議的時候 台後面 雖然不在台前 在台後面的這個 陸委會主委邱泰山 他就忍不住笑出來 我們可以直接看這個畫面 就質詢很認真在問姓平 後面的這個邱泰山 忍不住就笑出來 姓平 姓教育 就這樣笑出來 不知道他笑的一個點 到底是什麼 Glas他大嗆 傅昆吉 你就是盛府封 事後被見在扯謊 侵害我名譽的破壞者之一 你就故意在政治上來壓迫 隨後的老婆就是政公 他不願意出席記者會 是因為他根本不認識王鴻威 一時間他變成政公的代言人 王鴻威說 我王鴻威需要你這一個小三 來指導我怎麼做嗎 然後最厲害 最猛 最狂的最新發展 就是他大嗆民進黨的陳寅立委 同一個都是民進黨的 他說週刊裡面可靠消息來源 都是陳寅媒介的 我正式要提告他公然誹謗 損害賠償 我提醒同志們 提醒包括陳寅在內的 這些同志們 如果想供我這一座聖母峰 要裝備齊全 否則一旦血崩就會有山難 哇 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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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最狂的 那另外一個韓國瑜最新的消息 確定會出席 這個禮拜天723的全代會 而且他特別表示 透過他辦公室 他不只會出席 而且會跟國民黨的 這個總統參選人 會並肩坐在一起 當然就有人抓語病說 難道這個參選人不是侯友宜嗎 你為什麼不精簡用字 直接寫侯友宜 這個我們等一下請兵哥來開示 剛剛那個是九四狂 這個就是九四傻 賴清德才剛提名的 現在賴清德有一個 嚴重的魔咒 被他提名過的一一的 都隔一個禮拜就會翻車 最新的這位主角 是永和後悉禮的禮長莊明淵 他是民進黨上個禮拜剛提名 要選永和的立委 結果他硬要蹭照片上這一位 我們台灣最漂亮的禮長陳子瑜 因為他公布認愛 就是他有新男朋友 大家都非常祝福他 然後人家也是正常的戀愛 所以大家不要太過去接他的隱私 那事實上其實他是受害者 他是周刊狗仔揭秘 爬八卦的一個受害者 他是被偷拍的 其實應該要聲援跟支持他 但沒有想到這位禮長居然說 他奉勸這位禮長 奉勸子瑜 你要保持良好的形象很重要 要避免華而不時的花邊新聞 我跟你共勉之 話風一轉 希望下一次有機會 可以跟子瑜約時間見面聊天 一時間民進黨整個抓狂 由上到下抓狂 怎麼會有這種立委提名人 到底怎麼回事 謝忻你直接講大白話 比他罵更兇的很多 他說現在要有防呆機制 但提名應該也要防 因為我們此度的問題 白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機制 該換就要換了 那民進黨已經鄭重要求他道歉 他出來道歉了 他說我會這麼講 是因為我比較資深 我剛剛道歉了 兵哥 我覺得古拉斯真的不愧是 我們新聞同業出身 他消息掌握真厲害 你看原配想什麼他一清二楚 原配那邊掌握到什麼東西 他也都一清二楚 然後連週刊內部誰提供資料 他也都一清二楚 背後的陰謀集團他就知道 我覺得古拉斯 現在當年去當什麼總統武發言 太可惜他應該上你們節目 對不對 我覺得他來這邊講比我們更生動 因為他什麼內幕都知道 對不對 多厲害 這應該你們應該這兩天 密集邀請他上節目 讓他為自己辯護 他有辯護的權利不是嗎 那古拉斯這次做了一個 非常好的典範 就是小三也是有人權的 對不對 小三當然有人權 因為小三會被告 以前有通姦罪 現在除罪話了 但是人家還可以伸張配偶權 所以主張配偶權的話 現在的行情據說 罰都是罰30到40萬 差不多這樣 但是30到40萬 繳完錢之後 誰規定小三不可以講話 小三可以繼續講話 那目前古拉斯的主張是 都沒有 都是你們誣賴我的 都是你們栽贓迫害的 然後把傅崑奇直接都弄上去 但是我必須說 我第一次對傅崑奇刮目相看 因為他提醒我們 誰告訴你這個權勢性壓迫性行為 是只有男對女 女對男也一樣可以 那當時古拉斯 是不是那個理性隨乎的長官 是啊 所以他也有可能 被保護的對象跟隨乎 他是有老闆跟下屬的問題嗎 他不算是直接老闆 但是因為他在 因為這個被保護者要求他幹嘛 比如說我要求 他必須要配合 所以他也算上某一種程度的老闆 而且是他當初指名叫他來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有 這種長官部署的 對 我們可能有性別的刻板印象 如果把它換成是男的老闆 跟女的隨物 那可能大家就覺得有問題了 所以其實反過來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一個機會教育 告訴大家 不是只有男壓迫女 女是也有可能壓迫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現在古拉斯居然提告了 特別連自己同黨的都提告 幹得好 繼續加油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講的是同志們 提醒同志們 表示不只陳怡一個 背後還有一個集團 對 後面可能一拐古人 拜託 古拉斯勇敢一點 把他們全部弄出來 號稱聖母峰的人怕什麼對不對 還有什麼好怕 那至於韓國瑜 我覺得他身為國民黨的黨員 他當然會支持黨的候選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韓國瑜一向也是 非常對國民黨非常忠貞的 可是他這次辦公室這樣回答 還是衛免讓人家覺得 他跟侯友宜之間還是隔了一層 因為正常就會直接講 我當然全力支持侯友宜 可是他這次會講到 支持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表示他們兩個之間 並沒有那麼親密 我覺得這是非常明顯 那有沒有可能是說 你也不知道全代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東西就很好笑了 你覺得如果我已經支持 你覺得全代會會發生什麼事 難道他預期 那個侯友宜會翻車嗎 我跟你講今天之前 我們本來聽到的訊息 都是韓國瑜全家要出國 因為他第一時間也說不確定 所以他是今天才改變的想法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 因為他如果沒有出席全代會 一定會有人做文章 就是說侯友宜當年沒出席你的全代會 那你現在就報復啊 他不要這樣嘛 怕人家講話 一定會啦 知道韓國瑜只是個中評委 他不一定要去啊 中常委才一定要去嘛 你知道吧 他沒有必然要去的問題 他沒有必然要去 中常委一定要去 但他沒有去可能 大家會有很多方的揣測壓力 對啊 譬如說國民大會就會做節目啊 討論說他為什麼沒去 大白話最好不會做 你看你們這種也有心結 少康最好不會做 但反正我們禮拜天就等著看啦 大家不要再見封插針了啦 就是都是 如果同台有簽手 那可能23號行李如雨過去了 就再看之後的發展 郭台銘應該沒機會了吧 未必 你說23號 23之後可能還有機會 23之後還有很多時間啊 還有很多方式 大概要到823啦 823 為什麼 就是要一個月跑跑看啊 他再給大哥一個月啊 不是啦 因為侯友宜一定要超過他 有一段嘛 你怎麼叫人家死心 超過郭台銘喔 當然啊 那最新民調他們也才差一大臉啊 我當然是希望侯能夠衝到25左右啦 我的標準是25啦 歐彌陀佛 25才是有參戰機會而已 一個月 希望他吸票的能力 接下來這一夫妻吸金的能力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